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你看画面就知道了,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下半年的高丽活厨的排行榜 其实我准备了大概大于1%高丽活厨数位账户有23个 但我精选了10个,真的很不错的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 或者你想要知道这些数位账户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 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很适合你啦 那来看我们的这个index 第一个呢,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挑选数位账户的三大心法 第二个呢,是我个人挑选出来的10组高丽活厨的数位账户或是存网营 提供给你参考 第三,如果你这10个账户通通都办下来 而且存好存满,你到底可以拿到多少利息 我们也算一下给大家看 好,那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如何挑选数位账户 我准备了三个这个不同的心法 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用 第一个,你可以挑选高%的高利活厨账户来开户并且存款 比如说你可以先开将来 然后再开coco 然后开中信买微数位账户跟richard 这些账户的话呢,都是有一定的额度以内有3%2.多%的这些高利活厨的回馈 那你可以这样做,但是缺点就是你可能要同时申办太多的账户 那一般而言的话呢,联征其实没有办法让你在三个月内就是拉超过三次的账户开户 第四家银行就会觉得说你干嘛开那么多户头,难道你是人头户吗? 他就会把你拒绝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先排一下自己的优先数据,觉得哪一个不错 然后呢再优先申请这样子 那第二个心法是你可以挑选整合性高的数位账户使用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想要拥有那么多的账户不好管理 那你可以挑一个综合性功能最齐全的来用 比如说永丰大户他就结合了信用卡、存款、外汇 然后还有投资、证券之类的 他其实就非常完整,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使用的数位账户 那你就可以挑像这样子的功能齐全的账户来做申请跟使用 其实你会比较好管理 第三个就是你可以挑谁 有一些数位账户他有给高额的高利活储 你就不需要那种5万10万5万10万到处分着放 你就挑一个两个三个 那这些办下来就可以放个30万50万 其实很快你的账上如果100万的话其实分一分 你就可以都拿到平均高利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比如说乐天有1.25%无上限 永丰大户有1.3%可以存30万 或是将来银行存30万以内平均1.66% 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参考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要分享我个人很推荐的10组 高利活储的账户 有没有办卡的需要就是自己决定 我们这边也没有强迫你说一定要开户 但是呢这些优惠都是目前市面上 数一数二的高 数一数二的好 就很适合大家来参考 第一个呢是将来银行 将来银行在7月1号开始 将他的高利活储由3%调升为3.1% 那存6万块以内有3.1% 那第二个急剧是6万到30万 他给你的是1.3%的高利活储 超过30万以上是1% 所以平均利率大概是1.66% 所以如果你账上有一个30万左右 你可以把它丢进来里面 然后就是放着主张户不理他 你就可以拿到1.66%了 很简单 活动期间是7月1号到8月31号 你会觉得有点短 但是呢其实他的这种高利活储活动 是会试着央行来升息而不断的调升 所以将来银行我个人觉得放钱 这是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账户其实有一些额外的优惠 比如说你拿将将卡来刷卡 不论是在网购 看电影或者是吃饭 通通都是有5%回馈 每个月5000块以内可以拿到5% 那甚至你拿来做投资 你拿来eToro IG Market 全部都有回馈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他的这个使用上的小撇步 他的利息给息时间呢 是每个月的21号 20号结算21号就给你 所以每个月21号都是一堆利息 进来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那如果你6万块存好存满 你就可以拿到存31天 算下来你可以拿到158块的利息 其实真的是蛮多的 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户头 所以我都有在存 那这个不限定新户或是旧户 他的门槛没有 就是你只要将来银行的户头 你来存都有回馈 所以这个是很不错的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上我们这个左下角 这个QR Code 就可以直接开户了 非常的简单 第二个是国泰世华的Coco数位账户 这个数位账户其实也是 我们国内最多人开户的第二名 这个排名下来 第一名是Richard 第二名是Coco 那Coco的部分呢 他是针对年轻族群 也就是25岁以下的人来做开户 可以享有这个 5万块以内有3.125%的高利活储 那这个5万块 如果你存好存买一个月你可以拿多少呢 可以拿133块的利息 这个是蛮不错的 那活动期间呢 是从7月1号起到12月31号 起息金额是5000块 比较高一点 但是呢 我还是蛮建议就是年轻族群 可以能够办得 下次这个账户就赶快办下来用 因为我们这种老屁股 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去申请 来享有这个高利活储 但是年轻人可以耶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扫码 然后去他的官网进行开户 特别注意哦 就是你的户头开完之后呢 要把你的钱放在子账户 才能够享有高利活储 如果你放在主账户呢 就没有回馈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的去看游戏规则 确认没有问题要再来参加活动 下一个 中性买位数位账户 这个3%也算是一个乘咬进哦 就是上半年其实中性买位数位账户表现的不怎么样 没有什么高利活储的活动 但是从7月1号开始 他就跑出一个大活动哦 那7月1号到9月30号开户的人呢 你都可以享有90天以内的高利 那如果你5万块钱存好存满 一个月放31天 你可以拿到的利息是127元 这个所有的币别都是以新台币来做计算哦 那这个活储利息呢 其实是一般传统账户0.08% 0.08%的这个利息的37倍 所以这个倒是蛮不错的 我也推荐大家就是有机会可以开户 那现在本团有活动 上车参与活动回报 你再多拿1把7分 那是宝可梦特别就是在举办活动回馈大家 那这个3%高利活储呢 也只限定7月1号到9月30号来做开户的人 才能够享有的6月30号以前开户的 都没有这个回馈资格 蛮可惜的 但是呢 如果你符合资格 你就可以来就是申请开户存钱 也不错 下一个 台新Richard数位账户 这个2.725 这个帕数其实也是蛮 感觉上很厉害 那很可惜的 他就是只限111年6月1号以后开户的人 才能够享有下半年的高利活储啦 那如果你是5月31号以前开户的 像我就是 我就是老屁股 所以我就只能够拿到 1%多一点点的这个高利活储 但是我还是要接很多的任务 我就觉得 感觉上不是那么好做 所以我就不推荐 但如果你是新开户的人呢 我会很建议你就是开户存30万 那你如果30万存一个月可以拿多少呢 可以拿694元的利息 哇 这个数字其实就蛮有感觉的 那一元起息 每个月20号结算21号给利息 这个回馈的这个条件 我都觉得都蛮宽松的 是对新户很友善的一个银行 但是呢 过了年底 你这一批上车的人就变旧户了 那你就一样被气质如鼻息 就被丢到旁边了 所以都要特别注意 你的回馈会因为时间往下走 然后你回馈就会变差 所以你就要实时的来关注这个资讯 而是旧户就不要再放钱了 这是蛮可惜的 但是他就是这样玩 下一个 远迎Banky数位账户 这个Banky数位账户呢 就是你都没有开过户的人 你现在扫码开户 这边有一个QR Code 扫码开户 你下个月21号开始 就可以享有2.6%高利活足 可以收5万块钱 这5万块钱 如果存一个月 可以拿110元的利息 所以你存6个月 可以拿660的利息 我个人就觉得 还不错 那他的企业金额是100 每个月20号结算21号给利息 这个也都是蛮不错的 但第7个月开始呢 你就变成旧户 你只剩下0.925的利率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继续拿到1.6% 请你要持续的去揪一个人上车 那你跟那个被揪的人 都能够拿到2.6% 所以大家就必须要这样子 就是一直揪人 一直揪人 你就可以拿到5万块内2.6% 那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你要揪很多的圈友 那这些圈友都有在存钱的状况之下 你最高可以拿到500万元的额度以内 有2.6% 那像我自己本身名下的圈友 大概有快4000人 所以大家加一加 大概存在远银账户的钱有超过1亿元了 所以我个人的这个每个月的可以存的金额 就是2.6%的金额是500万 但是我都存不满 因为很多钱当然去投资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到高利活储的额度 你也可以多邀请亲友上车 他们存的钱越多 你就可以拿到越高的2.6%的这个额度 所以这个是跟社群有关系的一个玩法 好提供给你参考 下一个星光OU数位账户 星光OU数位账户本来是1.85% 然后后来变成1.9% 然后现在就在升级变成2.025% 最高存20万以内可以享有2.025%的高利活储 需要结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ACH 从他行账户就是汇2万块进去 每个月就会完成第一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就是说 你的这个电子支付的账户 比如说像一卡通Money 你每个月都要从一卡通Money把钱 从OU数位账户吸20万出来 那这样子的这个额度呢 就是你下一个月可以存20万的高利活储的额度 那你这个你的钱如果不够 你这个20万从一卡通Money吸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再汇回去 那你一天呢可以操作一次大概10万块左右 那你分两天操作 那20万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有点麻烦 但是呢 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其实你每个月都可以拿到20万的额度 可以放这个新冠OU 然后拿2.025的高利活储 它的企值金额呢 比较高一点点 我查好像是5000 应该是没错吧 那每个月20号结算21号给利息 如果你20万块存好充满一个月 你可以拿到344块的利息 其实也不少 所以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也有跟团活动 就是跟团上车回报就可以拿50积分 好 等于是他给我100 我给你50 就一人一半这样子 你可以参考 扫码开户然后来参加活动回报 就可以拿到我们给你的这个回馈咯 下一个Line Bank Line Bank有很绝 就是现在邀请一个人开户 可以拿100 我就给你50 好50积分这样子 那目前有个活动就是口袋账户 5万块钱放在口袋账户 7月1号到7月31号 那么一元起席 每个月20号结算21号给利息 5万块如果你存好存满 存31天 你可以拿到85元的利息 之前是2.2%那他其实也是开始在缩水了 所以我们就快速带过 因为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 好下一个 华南银行的SNY数位账户 这个最高1.5%要怎么拿呢 有兴趣的可以先扫码开户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他是在3月的时候公告下半年的权益 从4月1号开始 如果你是今年上车的人 那其实你就是今年度都算新户 不用解任何任务就可以有1.2% 那你每解满一个小任务就可以多0.1 所以最高可以来到1.5% 可以就是10万块吧 那10万块存好存满31天 你可以拿到最高127元的利息 那如果你是救护的话就很麻烦了 因为他玩的急剧是说 你这个月的钱要比上个月多1万 所以如果你存10万块的话就要依序11、12、13、14、15、16、17 你要存很多很多的钱 你可以拿到10万块以内是这个1.2% 我个人就觉得感觉上有点整人 大家就比较不爱玩 这个新救护的认定这边有写 就是这个2022年的1月1号起开户的是今年的新户 去年的都一律是旧户 新户就直接给你1.2%可以存10万块钱 那旧户的部分必须要完成任务才可以拿到这个10万块 旧户的任务就是当月的月底存款余额 要比前一个月的存款余额再多1万块 所以如果你4月1号 4月份这一整个月都存了10万块钱 那你在5月的时候就要存11万 6月份要存12万 这样依序往上存 那你这样子才能够保有10万块以内 有这个1.2%的高利活处 那额外的增加0.3%要怎么来呢 我建议你做三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开利SNY的外币数位账户就加0.1 走到年底 第二个就是开通行动银行 首次开通本行的行动网路银行 就会再加0.1 第三个就是绑定电子支付连接 比如说接口悠游付或是iCash Pay等等 它再给你0.1 所以你每个月最高就是可以拿到1.5 感觉上有点复杂 但是说穿的不过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有需要上车的人 你也可以就是上车 本团又有MGM 越多人上车 我们就是给大家越多的回馈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至少50积分 那每100个人上车 我们就是再加一倍就变100积分 然后再多100个人上车回报 我们就是再翻一倍就变150积分 最高就是可以把500积分都带回去 就是换500块的领券 蛮有趣的提供大家参考 下一个 永丰大户 这个永丰大户 我个人觉得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数位账户 而且它的整合性做得很好 所以我很乐意把我的钱放在这边 并且来做投资 我之前就有节目跟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放在永丰大户的钱是150、160 就是到年底之前大概可以到200万 就是每个月努力存钱 那他要怎么样拿到1.3% 就是往来至少10万块以上 就可以拿到1.3%的高利 那最高可以存到30万 所以请大家有钱的话就尽量先丢 先把30万存满 这个活动期间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一元起息 每个月20号结算21号给你利息 如果你30万存好存满 一个月31天你可以拿到331块的利息 所以这个也算是还不错 本团又有特殊的活动 就是你只要在我们的大户Telegram群组里面 那每个月你来回报利息 我们就会一级巨来给你积分 就比如说10万块存一个月 我就给你10积分 30万块存一个月就给你30积分 那这样子半年走下 你至少可以拿个多少 6、3就180 就是180块回馈你就可以带走 这比利息就是还要 就是额外再多一点点回馈给你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扫码开户 然后加入我们的群组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就是这样子 最后的话是乐天 我特别把乐天挑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这个1.25%高利活储无上限 非常的惊人 因为没有其他的银行可以做出这种无上限的设定 但是他做到了 但他就要减任务就要麻烦 比如说你的拍钱包绑定乐天存网银 这个账户来做消费5次 做5次 一个月做5次 比如说在超常消费以后就是5次结账的金额 你就符合资格了 或者是你在PC用里面就是结账3次 那么一样也符合这个1.25%高利活储无上限 活动是5月1号到12月31号 1元起席 每个月20号结算利息 21号给你利息 好这是不错的 那我简单举个例子 你如果是100万存好存满存31天 你可以拿到是1061元的利息 这个就还蛮惊人的 这数字是很不错 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来开户上车 好 那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接近300万 每个月都是存好存满 你到底可以拿到多少利息 我就把这10个账户全部通都加起来 你可以存267万 那么你每个月拿到的利息是3170元 回推大概是1.1%的这个利率 因为毕竟有一些给到3%的 他的可以存的金额比较小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 比如说1.25%往上增加居多 所以如果你有两三百万的话呢 搭配这10个数位账户 其实你就可以拿到还不错的利率 提供给你参考 那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数位账户真的非常的多 像我自己整理起来 这画面上你看到就是有23组 这23组的话 我也不建议你就是每个都开 毕竟你的联征太多了 你可能就会被银行拒绝往来 所以你还是要挑一下 依序慢慢开户 那我们这边都有活动 你都可以上车 那上车参加完活动就可以领奖 就是很简单 那最主要还是你自己 有存钱的习惯 然后呢 之后再来往投资怎么做 再慢慢往下走 这其实是不错的 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10个数位账户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对于你的这个投资理财 如果去做金钱的规划 能够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能够让他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开利数位账户 然后赚利息的这个乐趣啦 好不好 我是豹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